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夏威夷火山喷发吞赤房屋阻断公路 特朗普宣布为重大灾难 夏威夷吉拉维尔火山5月3日喷发以来 流出的熔岩已吞赤36栋建筑物和阻断当地公路 熔岩覆盖超过117英亩土地 并引发6.9级地震 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吉拉维尔火山喷发 列为重大灾难 并向夏威夷政府提供联邦资金援助 应对救援和善后工作 据ABC电视台和今日美国等媒体报道 夏威夷州长伊亦致函白宫 促请特朗普总统正式宣布夏威夷面对重大灾难 并表示目前已有2000多居民撤离家园 州政府为了保护和帮助居民 未来一个月可能需要动用超过290万美元的资金 州政府及县政府不胜负荷 急需联邦政府帮助 吉拉维尔火山持续喷发后 美国地质调查局称火山再出现新裂缝 新裂缝位于普纳地热发电厂以东位置 为安全起见工人已经移走厂内5万加仑雾丸气体 地质学家警告 吉拉维尔火山大爆发的条件已经成熟 未来几天有可能会发生近百年来最大的火山爆发 喷发出像冰箱样大的熔岩 民防官员呼吁附近社区居民对火山活动和有毒气体保持警惕 并做好接到通知后立即撤离的准备 位于夏威夷岛东南部的吉拉维尔火山是活力旺盛的火火山 山顶有一个巨大的火山口 直径4027米 深130米 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壮观的火山口 从1983年至今 吉拉维尔火山就没有停止过喷发 吉拉维尔火山持续喷发 旅游业损失500万美元 美国夏威夷州的主要景点吉拉维尔火山持续涌出 熔岩民众取消到夏威夷大岛的旅行 让观光业损失至少500万美元 美联社报道 夏威夷观光部门官员薄奇说 5月到7月的取消行程已让观光业损失至少500万美元 饭店订房与欣赏熔岩高空滑锁和玻璃底船巡航等活动的预定速度 已经掉了50% 许多邮轮也决定不会进入大岛西部 科纳港等港口 科纳港位于吉拉维尔火山外 约129公里 旅游业是夏威夷最大规模的产业 也是本地经济的一大来源 夏威夷大岛去年旅游收入达到25亿美元 超越夏威夷群岛其他岛屿 官员说今天又有熔岩从另一个裂缝涌出 还有危害健康的气体喷出 且稍早地面冒出的裂缝也有熔岩缓缓流入海洋 法新社报道 夏威夷当局说这两条新裂缝是出现在 拉尼普纳花园住宅区 官员警告 吉拉维尔火山将有更多熔岩冒出与气体喷发现象 今天通报出现的新裂缝 让火山喷发产生的裂缝增至19条 吉拉维尔火山冒出滚烫的熔岩 目前摧毁了约40户民宅等建筑物 以上是粒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观看